明智大猴赛蕾 每周三准时更新 我是你们正义的小天使 猴真谈 不知道最近大家在追什么剧 几天没看电视了 没想到之前还挺红的 这个抠图不自赏 竟然都放完了 全代之的呢 是大秘密跟赵优廷主演的 三生三世 实力掏蕾 没了卑鄙的大眼睛 只能看看秘密的大额头了 不过这个老实说 这部剧真的是有一种 让人上瘾的感觉 这部剧的视觉制作 那是相当的良心 特别是里面的服装 这个好看 弄的猴哥 我都是想买一套回来穿一穿 讨厌 看到这段时间最热的电视剧 说是三生三世实力桃花 应该是没有人会不同意吧 无论是办公室白领 还是村口小方 大家都是一样的 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面 看着是津津有味啊 三生三世改编自著名网络作家 唐七公子的同名小说 讲的是一个活了几万年的仙女 和比他小几万年的天公太子 历经了三辈子的恩怨情仇 最后快乐的 一起继续修仙的一个故事啊 哎呦 真的是很奇幻啊 主演是我们的大秘密 还有娶了国民女神高媛媛的赵又婷啊 虽说开播以来 收视率持续发展榜首居高不下 但是三生三世呢 还是一直被诟病抄袭了大风刮过的桃花站 也因此呢上了好几次热搜啊 有信心的网友还比赵这两本书 意义画出了雷同的部分 唐杰公子呢也在舆论之下承认了自己是在通过小说向大风刮过致敬的 但这件事情该怎么定义 还真的是不好说呀 不过暂且撇开这些不说啊 难说电视剧 猴哥是好好研究了一下啊 除了一毛钱特效让人出戏之外呢 别的都还是不错的 主角虽然基本被杨幂的嘉情天下给承包了 但是好在颜值跟演技呢都还撑得起来 也算是没有辜负老板娘这么好的资源吧 三生三世实力淘化的这部剧 从内容上来说还是很尊重原著的 在细节上处理的也是不错 比如说原著中一笔带过的叶华君 认出白浅是素素的那一段 在剧里就被编剧给巧妙地圆了回来 我跟桑极成婚是不会快乐的 而且姑姑失去桑极 还能得到更好的 是气我不打一声招呼 就擅自离开青秋 但是绝不会 气绍兴和桑极成婚的 因为在绍兴心里 姑姑一直都是神明大义的神仙 还有我最欣赏的美术部分啊 浮华道简直是做出美的新高度了 老夫的少女心都要为之疯狂了 有些服装放在现代 那不就是某些仙系大牌的当气高定吗 以及恰到好处的妆容 预计又有几个色号的口红要大火了 再看看这部剧的造型团队啊 张树萍 陈浩中 张世贤 全是影视圈著名的美学巨匠 能搭配出这么梦幻的造型和场景 也就很合理了 凭借着三生三世的热播 赵又廷这当年的金钟奖影帝 终于是圈粉了一大票吃瓜群众啊 其实讲道理啊 作为台湾当年力捧的天庭宴组合 人今天呢 是凭借着我们的挑战 打开了综艺咖的大门啊 人气呢 是嘎嘎的往上蹭啊 而彭于燕呢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还有腹肌啊 更是成为了少女粉无数的电影小生啊 反观咱们的姑父啊 除了当年跟我的女性高圆月结婚时 引起了话题之外啊 这几年的人气是一直不温不火啊 你说啊 他这是左手金钟奖 右手高圆月的啊 事业爱情那是两得一啊 早就应该是登上人声巅峰 成为当红小生了 为什么要等到三生三世的热播 才迎来人气的第二春呢 啊 话说言音还要从当年的金钟奖颁奖典礼说起啊 呃 我最想要讲 跟一个人说谢谢 就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 他叫做周语明 你看啊 把走音内定的奖拿得如此激动浮夸 加上老戏股赵爸的演技和仔仔发自内心的尴尬 这颁奖里呢 是成功方张又廷圈了一大票黑粉啊 不过这位帮赵又廷圈黑粉的他爹 赵树海来头可是不小啊 作为台湾的老戏骨呢 凭借着自己的人脉 在赵又廷出道以前呢 便是带着他到处找名导演和大制作人 拜码头找考山了 后来才发觉可能爸爸有偷偷的把我的照片给塞给 很多业界人士吧 除了为儿子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还极其胡子 在赵又廷和周语明争夺金钟奖最佳男主角时呢 网上就有周语明的粉丝对赵又廷发表了一些负面的留言 那赵老爷二话不说便直接的微博上开骂了 为儿子是讨公道呢 有如此为自己赵黑的爹 怪不得人气是一直不咋逼啊 不过从他爸找的那些挂班的资源来看 后哥觉得照的这些黑都值了 维静在那之后呢 他的电影要不就是明导亲自来找他出演的大制作 要不就是稳稳的一帆难处 票房爆款更是层出不穷啊 不过这些逆天的资源除了靠他爸之外呢 还得益于台湾娱乐圈的造星计划 话说台湾培养的天庭宴的初衷 更多的内地投资人投拍盒子电影 从而让台湾重新成为华语电影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啊 所以差不多全台湾的好资源都给了他们 再加上赵又廷在拍完陈凯歌的搜索之后 靠自身的人格魅力搭上了陈岛背后的中营大靠山 而且跟高原运的婚事又在内地是打开了证明度 这天是地利人和 咱夫妇能有这么多好资源也是不足为奇了呀 哎 你看啊 这个社会要不就是拼爹 要不呢就是拼干爹 哎 你这是后继在搞事情啊 我可没有针对谁啊 走 走开 走开 大家当我没看见啊 不过话说回来啊 即便有资源也得自己有实力才能红吧 对吧 说句老实话啊 张学生的眼睛可是真实自然一点都不躁躁不夸呢 你知道吗 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但是我不愿意 哎 可怜猴哥我这种啊 又颜值又才华 没背景的人 只能埋在这小小的录影棚里 哎 哎 老板 你 老板你怎么在这呢 你听错了 我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说那个话是吧 哎 老板你有事啊 你有先走 老板你别走啊老板 你看完吧 你看这观众都看着你走 哎 老板你别 老板你等会走老板 又到了你们最爱的读评论送钱的环节了 我们就这么简单粗暴对不对啊 来看看今天是谁中奖了啊 第一位 Ohu Naebaoshi 说 这是一位来自韩国的朋友啊 现在读评论环节都是直接跳过smihda 因为从来都没有窝压斯米达 哎 这个同学你不要失望 你看 这些的红包环节不就抽到你了吗 当然了 如果你这些也跳过的话 就不能怪我了对吧 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惊喜斯米达 对不对 送给你 阿豆逼不拉什么说 你这个名字起的 好给 给人家小红包 皮皮就是你的了 哎 我说啊同学啊 你不能为了一点金钱 就充满你自己的身体啊 小伙子啊 这个红包啊 拿给你 回去好好做人吧 记得洁生慈爱 我可是个正经红 啊什么什么命说 不给红包包 你那就要用小拳头捶你胸口 捶你胸口 哎呦 红包给你了啦 好讨厌哦 人家很怕你打我的 三四六G健碩小胸肌呢 讨厌 人家也会捶你胸口 丢你阿说 大家不要在意啊 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哈哈 尼玛 我的眼睛啊 这女装别再放了呀 哎我说我女装咋了 女装咋的了啊 招你惹你了啊 我跟你说 这个红包我就要送给你啊 回去好好地保养一下你的眼睛 回来之后再来看十遍 好吧 啊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微信群 会有不定时的红包大理 还有这里关注后哥的微博 我们会在微博上发起很多的活动 还有很多的福利 还有这里加入我们的QQ群 还有这里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全是广告啊 是不是不让播了 嗯 好了 这期就是这样了 拜拜 快来扫广告 拿红包 拜拜 问道的玩家大家好 我是王子清 想和我一起称霸武林吗 我在问道上等你哟